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青春的记忆导致感动 我没想到考试一天就我一个人做广播操 特别尴尬 心上特别呈现我的大学 心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哥 那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看看我就读的大学上海戏剧学院 胡哥毕业于上海戏学院表演系本科班 在高考的最后一天他又一次回到校园 带我们重温象牙塔的气息 首先呢就去看看我睡觉的地方 我们的宿舍楼就在这里 大学的友情都是从寝室开始 对于胡哥来说也不例外 他告诉我们他的寝室号码很特别 那这一间呢就是我曾经住过的这个寝室 是1111楼11室 当时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就睡了四个人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房间号码还挺有意思的 四个光光 本来这个我安排的呢应该是睡这张床的 后来我第一天到寝室的时候呢 已经被一个同学给睡了 然后我就睡了这张床 哎呦 比那个时候硬啊 胡哥告诉我们 他那时候的寝室要比现在杂乱 其中摆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道具 我们宿舍最多的东西就是堆的道具 有一些是从这个学校的道具科借来的 有一些是自己买的 有一些是捡的 反正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像捡普拉尔一样 看到什么好的东西 在那个系里面能用得到的 就往那个宿舍里翻 虽然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有限 但是几个大男孩同样会自娱自乐 我们会大家挫点钱 然后买一个电视就放在这儿 那时候就是好多人围在一起 就是那时候就记得最过瘾的 就是大家一块在这儿看 那个张国荣的演唱会 然后看着看着就看见 这个过道里站了一排人 都在模仿他 胡哥回忆说 那个时候他最怕的就是检查卫生 因为他们寝室每次都会因为太脏 而被老师点名 当时我们就是寝室每个星期 都要来这个检查卫生 然后有一些寝室因为特别干净 就是会被评为棉检请室 就是不需要检查 然后我们的寝室是必检请室 因为实在是太脏了 所以每次都是要来检查 然后我们会在检查的前一天晚上 把这个寝室打扫的特别干净 但是所谓的特别干净也是这个相对而言 我们认为的特别干净可能在检查的时候 还是得不到小红花 其实今天很巧 这个教室是我出世的考试的考场 当时是卢若平老师 他是主考官 其实之前我最先没有来考上系的表演系 我考了中系的电视艺术系的编导 当时是他是导演专业 然后是括号影视导演 括号 然后其实我那个考得挺好的 专业成绩排名也很靠前 然后是当时我妈她有两个想法 她一个想法是觉得 因为我从小就有学习表演的经历 她觉得她说你一样去考艺术类院校了 那就不如再去尝试一下表演系 这是第一 第二个想法 也是比较真实的想法 也是主要的因素 就是她想让我留在上海 不太想让我去北京 所以呢在她的这个怂恿下 我就来了这个上系 考了转演系 其实形体我是最没有把握的 因为也没有学过跳舞 也没有学过武术 当时就是在考试之前 也咨询了一下如果不会武术 不会舞蹈的话 就可以做广播操 也可以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周围的考生 他们都不会 都说没学过 那我就心很定了 我想反正大家都一样 都做广播操嘛 也没关系 结果没想到考试那天 就我一个人做广播操 特别尴尬 还有那个旁边老师还 还说你自己 自己喊口令 然后就是一边喊 12345678 22345678 就一边都要做广播操 特傻那天 虽然如今的胡歌 是演戏唱歌样样在行 但是刚进学校的他 可是个连考生乐 都会忘词的大男孩 那个考生乐的时候 我从小唱歌 就背不了歌词 然后那天也是 那天我跟卢老师说 我说老师对不起 我说我那个歌词背得下来 我能看着那个歌本唱的 他说希望你下次 把这个毛病改了 他说我还没遇到过 拿着歌本来考试的 我说行行行 胡歌告诉我们 入学后 他就慢慢脱离了唱本练歌了 而我们也有幸找到了 他大一声乐考试的资料 这份珍贵的资料 就连胡歌本人也大呼意外 就连那边 一门桃元寒友满 三毛茭涯满一万 桃元 桃元 我都忘了啦 我唱过的歌 他是想要 一个 贵 嘿嘿嘿 唐人 唐人 买唐人 唐人一样喝一道茶 买唐人 买唐人 小人一唐人 虽然有人 一碗唐人 漫游漫 三碗仙要买一碗 唐人 唐人 买唐人 学校里有一部分同学像我一样 就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 没有太多的接触过社会 没有一些工作经验 刚开始在这个学校里上课 跟他们一起学习生活的时候 他们老管我叫小屁孩 我在班里面 他们见我都说小屁孩 就说什么事都好像还都不明白 不过表演对胡歌而言 却是十分喜爱的事情 所以那时他最喜欢去动物园 或者火车站临摹观察 学习天性解放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去火车站 特别特别刺激 因为火车站就是挺乱的挺杂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然后呢我们就去 因为问这个问那个啊 然后他们就以为我们是记者 然后就被他们盯上了 反正当时还挺紧张挺自己的 还有那个好心的好心的那个阿姨过来说 哎呀你们你们小心点 你们不要再问了 怎么怎么样 现在我要带大家去看呢 是我们学校的红楼的东排 这个是我们在四年的学习生活里面 演出最多排练最多的一个排练厅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东排的样子呢 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的 因为已经是重新装修过了 现在比较像一个专业的剧场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教室呢是比较简陋的 那我第一次在这里演出呢 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的 这个片段汇报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静手呢 拿着一封信还不知道结果呢 又买画了 还出去吃饭了 几日子还想不想过 这个是上场门 然后这个是下场门 我们是这样的 如果有同学在这里 演片段或者演小团 其他所有的同学呢 就都负责来搬道具 所以每当一个片段演完 当幕布关上的时候 就是舞台上最忙碌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我们叫操紧 就是其实在演出之前 我们操紧都要操好几遍 因为这个要做到又快又准 于是学习毕业 虎哥本该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 走得一帮风顺 但是06年的一场车祸 彻底将他打入人生的低谷 但是令他感动的是 在那个时刻 学校里的老师同学 始终默默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后来我回到上海以后 我有一个话题老师 他就打电话 就把我骂了一顿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报个平安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特别担心你 不知道你情况怎么样 其实当时我也就是挺难过的 因为我心里的想法是 我不想告诉大家 不想把这些痛苦告诉朋友 我的朋友 但是同时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我应该给他们报个平安 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 在商与之后 几乎所有的同窗都对他说 太好了 一点都没事 千篇一律的都是说 太好了 没事 还是跟以前一样 在那个时候去听那些话的时候 就觉得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 你就说一些实实在在的 会有一些反感 但是又过了那个阶段 我就觉得 就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 这个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 不想让我太难过 所以我还是很感激他们 虎哥考中的他们 便是表演系零一级所有的同学们 尽管离大学生活已逐渐远去 但是他们仍然是他亲爱的朋友们 属于谁 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 二十几地的心 一杯 时光荣染 回首四年的大学时光 虎哥告诉我们 他很怀念那样简单的生活 每天不知疲倦地排练 汇报 偶尔也会偷偷小懒 但最为重要的是 他第一次感受到实现梦想的欣喜和愉悦 而这份心情也足以鼓舞他 一直走到今天